游淑慧 倒帥 游淑慧 倒帥 明明是跟侯友宜成立联合禁总 但游淑慧旁来宾怎么不见侯友宜 倒是来捧场的战斗兰发起人赵绍康 以现身就隔空喊话 要人没到的侯友宜听清楚 时间来不及 看起来只有全民调嘛 你假如说是苟河乱河 到最后一定是死乱中气了 所以开始要就想好 让双方都不觉得自己吃亏 我既然已经采用你民众党的全民调 那你让给国民党5% 前一天马前总统开大决 施压朱立伦别再犹豫快快比民调 但就怕侯友宜民调比书趋于副手 届时召开临时全代会再度上演换助事件 加上单打独斗胜算大打折扣 党中央等于腹背受敌 能赢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蓝白和是我们觉得胜算最高的一个方式 柯文哲是政治丁子户 你搞过那个都庚都知道吗 到最后只有一两户给你坚持 我就是不给你们多更 大家只好来求他 对侯友宜来讲 他背负了整个国民党胜选的一个责任 柯文哲没有什么责任 柯文哲赢得赢 输就输没关系 侯和民调结果没人说得准 身为侯友宜40年的老友 国民党中评委邱富生喊话侯友宜直接退选 回去好好当你的新北市长 不只蓝营大佬公然和党中央唱反调 连主帅也面临逼宫 本来这个时候已经到最后关头了 马英权一插出来以后 我国民党很为难 就好像你全部站在柯文哲那边 就看诸侯还能否顶住党内排山倒海的压力 还是依旧坚持挺着胸膛倒下去 谢谢新闻和国民党学龙长报道